好 再来看到这个是罗伦佐德游台湾版的 那么台北县呢有一对无性的夫妻 几年前哦 9岁的大儿子突然心脏病发过世了 医生找不出原因 后来呢隔了几年 这个小儿子也是一样的心脏病发 那么一年之内还换了两次的心脏 因为小儿子不断出现了排斥的反应 为了儿子的健康 这夫妻俩发明了一种零蛋白的馒头 没想到在亲友的口耳相传之下 现在变成他们开创新的事业 翻开小儿子的上衣 两次的换新手术 留下长长的疤和令人触目惊惊 几年前大儿子突然心脏衰竭不治 没想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小儿子思勋的身上 换了两次心脏 营养师说吴思勋不能摄取蛋白质 刚开始我们就很伤脑筋 那你光是一个汉堡 你就至少7、3、21就21克的蛋白 那你如果让他吃这一餐 那他其他两餐怎么办 为了儿子的健康 夫妻俩研发出零蛋白的养生馒头 馒头里的食材相当独样化 总共有13种种类的五股杂粮 而每种食材的挑选全都有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因为要保护思勋体内的第二颗心脏 吴爸爸还特地上网查资料 找了很多我们有些还要试看他适不适得吃啊 有些还要问那个营养师他适不适得吃 好吃好吃 好吃 那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个馒头吗 因为我 已经国小六年级 董事的私讯放了学立刻帮忙加入制作团队 馒头在亲友口耳相传下造成抢购 一家三口在小小的工作室忙进忙出 只是料多实在定价却不高 吴妈妈说经历过大病痛 才了解到健康的重要 研发养生馒头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吃得到健康 中文新闻下周光秋如台北报道